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新闻事件 施泰因·迈尔再度当选为联邦总统 新一届的德国联邦总统已经通过选举产生 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以绝对优势票数再度当选 这位66岁的政治家从2017年起担任总统 此前也曾在施罗德和默克尔政府担任要职 周日中午 德国联邦大会的成员在柏林投票 选举下一届联邦总统 投票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施泰因·迈尔成功连任 在现场参与投票的1472名代表中 施泰因·迈尔获得了1045张选票 他的胜选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因为这位曾经担任德国外长的社民党政治家 得到了社民党 绿党 自民党以及联盟党的联合推举 三个执政党加上最大的在野党 他们在联邦大会中占有绝对的多数优势 挑战施泰因·迈尔的有三位候选人 左翼党推举的医学家克拉贝特 选向党提名的经济学家奥特 还有自由选民党推举的女物理学家格鲍尔 他们在周日的选举中分别获得了96 140和58票 不过对于这三位来说 这次的联邦总统选举更多是重在参与 原本也没有什么当选的希望 第二个新闻事件 美日韩谴责朝鲜挑衅性导弹试射 在美日韩三国主要外交官员 2月12日下午在夏威夷举行会晤后 美国国务院周六深夜发表三方联合声明 谴责朝鲜近期进行的一系列挑衅性的导弹试射 并就亚太地区其他一些主要区域性议题表态 联合声明表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本外向林方正和韩国外交部长官郑义荣 谴责朝鲜DPRK最近的弹道导弹试射 并对这些行为破坏区域稳定表达严切关注 三方致力于紧密合作 力争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的无核化和持久的和平 声明说三国呼吁国际社会完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的相关决议 敦促朝鲜停止其非法活动 改而进行对话 三方强调 对朝鲜没有敌意 重申继续对在不设前提条件下与朝鲜会晤持开放态度 声明表示三方再次确认美日和美韩联盟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三方致力于三边安全合作 并建议三方的特别代表就朝鲜问题经常举行三边讨论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说 三方讨论了朝鲜半岛被分割家庭团聚 以及迅速解决劫持人质问题的重要性 第三个新闻事件 中国民营银行将取消现金业务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称 中国两家民营银行今年一月公告将停办现金收复业务 实体金融是否很快将不复存在 引起民间担忧 中国官媒今天刊文试图平息担忧 表示中国银行业的现金收复业务将长期存在 不需担心 辽宁振兴银行和中关村银行一月宣布 将分别于三月一日和四月一日后停办现金收复业务 包括分行柜台及自动柜员机等都将关闭停用 虽然这两家银行属于地方小型民营银行 但仍引起民间议论与担忧 在中国大力推动数位货币的此时 有民众担心是否将有更多银行跟进 使实体金融于数年内消失 希望降低民众的疑虑 官媒经济日报今天引述专家表示 民营银行停办现金收复业务是符合监管规定的 该报说 未来可能将有更多的民营银行停办现金收复业务 但中国银行业的现金收复业务将长期存在 用户不需担心 据中央社 然而中国金融的数位化已经成为趋势 且有政策支持 广州日报日前报道 在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 2022至2025年中 数字未驱动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四个新闻事件 中国官媒提倡灵活就业惹众怒 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日前发表文章 指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 无需过度担忧 遭到众多批评 不少人表示 目前中国经济景气不加就业难 灵活就业其实是无奈的选择 灵活就业一词 鉴于中国官方文件 实际上就是一般中国民众口中的自由业 由于中国近两年来受COVID-19疫情影响就业不易 甚至被裁员 不少人转而投入网约车 外送等自由业 使灵活就业一词被普遍视为官方对失业的美化用词 光明日报这篇以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 无需过度忧虑的文章说 灵活就业成为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 不同于副组辈 当下中国年轻人对单位 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 他们更追求和兴趣 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 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 生活间的平衡 有中国网友引述官方数据指出 到2021年7月最新一届高中 大学院校毕业生不出校园时 中国16到24岁者的失业率高达16% 显示这些毕业生面临毕业后就业难 农村青年进程找工作也难 投入灵活就业领域的人数自然大增 竞争转趋激烈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 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